歡迎大家收看相關關心理想的觀念新聞 今年來科技的考察 每一個人心想都有手機 卻只要做成年輕人進入開手機的習慣 8天後中,各地要控制手機對核心上科的作性影響 對這學期開始,好好在每一間高校 都有設置這個養肌帶 讓核心的手機一中保管 也能讓他們轉心來上科 提高 哈十好輪 一支一支的手機放在一支一支的壁子裡面 這是北港高中特別設置的養肌帶 副校長真的用心 因為我覺得這手機真的危害我們台灣的所有小朋友 非常嚴重 你看,都市你拿的手機根本都沒有辦法聽課 全校中間40間的告示 都是比這手機道頂管理的養肌帶 校長表示,這個壁子是希望學生來了解 手機應該用來輔導學識,不是來影響學識 手機成員很嚴重 那為了改善這個管理的部分 讓老師能夠這個教學正常化 也讓學生能夠專心聆聽 我就把這個構想給我們的林勝祥會長 跟他講說,我們來提供個手機帶 讓學生能夠專心聆聽 上課把手機交出來 你下課再使用沒有關係 那有關於行動教學再配合老師去作業 新的規定出現後 北港高中的學生也都很專心 並且將手機放在社會 道頂管理 對他們的學識非常有幫助 還不錯啊,這是一個好東西 就是可以讓大家有一個不會分心的地方 就是讓大家上課可以更專心一點 我覺得新學期把手機放在這個手機帶裡面 一方面可以避免我們 如果有訊息突然傳來的話 我們可以避免去看它 就可以提升我們的專注度 我覺得手機帶的話 可以幫助我們學習 就是更專注在學習上面 就是不會因為手機而分心 手機的通意放在養肌帶裡面 學生就會全心調老師上課 下課的時候才會輸用 只要用心接著好的習慣 讓肌帶就像九時裡面的總是一樣 身為上課身外的一部分 學生涯的感覺不方便囉 記者講義 蔡翁報道